传出了住宅火警一栋一楼的平房是全面燃烧 警交货报之后立刻出动了五个消防分队 酒车总共20人赶往现场灭火 而事发当下屋主的儿子外出购物 回家途中发现家中窜出了浓烟 赶紧告诉消防队妈妈还在里面 而消防队员将受困在屋内行动不便的82岁老妇人救出 但是人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 至于火警发生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